上一期我们说到 楚汉之针以项羽自吻 刘邦顺利结束 项羽输给刘邦还真不冤 要论心机 刘邦要甩项羽几条街 项羽死后 刘邦将项羽葬在了古城 亲自为项羽发丧举哀 在项羽的坟前 刘邦再一次展现了影帝级的表演 哭的那叫一个伤心欲绝 还亲自写了记文 深情回顾了与项羽 并肩战斗的革命岁月 称赞项羽永远冲在 第一线的战斗精神 刘邦的哭泣感染了不少人 大家还觉得刘邦是个 有情有意志人 但刘邦这场表演 估计作秀的成分居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实际急镇列传》中提到 汉武帝时期 有一位大臣叫郑当 他的父亲郑军 曾经是项羽手下的将军 项羽死后 郑军归降了刘邦 楚汉战争结束后 大量储君投奔刘邦 而刘邦做了一件事 直接暴露了他狭隘的心胸 刘邦要求这些项羽的老部下 提到项羽时 一律称为项吉 不能再叫项羽 更禁止称其为项王 否则一律严惩 这里要普及一下 项羽的名为吉 羽是他的字 在古代 直呼别人的名 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 刘邦此举 就是在采项羽 郑军不愿执行此令 他始终恪守 作为西楚臣子的礼节 坚持称项羽为项王 用生命捍卫君臣之礼 刘邦非常生气 又下了一道命令 凡是称呼项吉者 一律升官加绝 不愿称呼项吉的人 一律给我滚蛋 郑军不愿向刘邦屈服 最终被赶出朝廷 并死家中 再说回到项羽死后 刘邦把戏演完后 马不停蹄地赶到定讨 他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收兵权 收的是谁的兵权呢 当然是大功臣韩信的 对于韩信 刘邦相当的忌惮 刘邦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 自己的江山是靠谁打下来的 他心里清楚得很 该下之战后 韩信走向人生巅峰 越过项羽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一代战神 而随之而来的 就是刘邦对他的戒备越来越重 收兵权可是一项风险极大的技术活 搞不好还有可能被反收人头 刘邦的经验是 趁其不备 果断出手 到了定逃后 刘邦出其不意地闯入韩信兵营 夺走了他的硬性 虽然顺利收回了韩信的兵权 但战时刘邦还不能动他 还得安抚安抚 打一巴掌给个早 算是被刘邦完明白了 他没有剥夺韩信的爵位 只是由齐王改成了楚王 给的理由让韩信无法拒绝 说是如今楚地已经平定 楚地百姓急需安抚 需要一位治楚者走马上任 韩将军熟悉楚地封俗 任命你为楚王 统辖淮北之地 这个事情做完后 刘邦终于将目光投向了 那个至尊的高位 皇帝之位 刘邦虽然脸皮够厚 但当皇帝这种事情 怎么好意思主动开口 虽然这个皇帝 自己是志在必得 但是不能自己提出来 得由别人来说 自己借颇下旅 这是不是就是 现在所谓的又当又立 当然 刘邦也不用太为难 因为这活自然有人抢着干 刘邦的小弟们 对于刘邦想登基称帝的事 心领神会 一起给他写了一封劝禁表 列举了一系列刘邦的功劳与优点 拍马屁嘛 简单的很 刘邦做事谦让一下 小弟们再夸一下 这一来二去的 刘邦顺势就无奈的同意了 公元前202年 刘邦在四水北岸 交天祭地 正式称帝 在众人的欢呼下 刘邦一急急登上台阶 看着匍匐在自己脚下的众人 他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 他第一次去咸阳出差 遇上了秦始皇出巡的队伍 看着光盖如云的车队 还有霸气侧漏的嬴政 那时候的刘邦羡慕嫉妒恨的 想立马取而代之 没想到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 那时候的嬴政一定也想不到 大秦帝国的掘墓人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刘邦登基后 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小弟们封上明白了 一共七个异姓王 楚王韩信 韩王信 淮南王英部 梁王彭月 赵王张尔 长沙王吴瑞 和燕王赃徒 当然这样的混合型政治结构 只是权宜之计 这并不是刘邦想要的结果 这些地方诸侯 都是反秦战争与楚汉战争的功臣 手握重兵 他们的存在对于刘邦来说 都是潜在的威胁 像个定时炸弹一样 随时可能爆炸 刘邦内心是极度忌惮他们的 但是又不得不安抚他们 以免这些诸侯联手反抗他 背地里 刘邦对这些诸侯们 实施风化瓦解 准备各个击破 燕王赃徒率先反叛 刘邦率军清真 仅用了两个月 就平定了赃徒之乱 对于刘邦来说 最大的眼中钉 也是他最想除掉的 就是楚王韩信 韩信可以说是 楚汉战争胜利的最大功臣 大汉的江山 一半都是韩信打下来的 那刘邦为什么不信任他呢 刘邦的政治天赋 很大一部分来自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人在巨大的权力面前 是没有忠诚可言的 况且韩信 先是在平定三旗之后 强行要挟刘邦给他封王 后又在刘邦追击项羽之时 以出兵威胁刘邦给他封地盘 这足以让刘邦对他的忠诚表示怀疑 怪也怪韩信自己 项羽还没死的时候 那时候的韩信实力足以和刘邦项羽三分天下 并且当时他手下有个谋士叫宽通 对局势动若光火 宽通劝诫韩信被刘邦而独立 还列出了岳王勾建 杀功臣范里和文种的历史典故 结果在军事上杀伐决断的韩信 在政治上却是优柔寡断 他表示汉王对他有知欲之恩 他不能建立妄议背弃汉王 反而他深信自己战功卓著 汉王也不会夺走他的地盘 韩信不想背叛刘邦 可是他又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这种暧昧的态度 怎么可能让刘邦放心 所以刘邦杀死项羽后 皇位都还没登上去 第一个要夺的就是韩信的兵权 虽说最后还是给了他楚王之位 但是刘邦心中对韩信是恨不得立马除之而后快 就在这时 韩信又被刘邦抓住了一个把柄 项羽死后 原西楚大将钟离末成为了刘邦权上捉拿的重点人物 钟离末与韩信私交不错 于是逃到了楚国 投奔韩信 这件事被刘邦知道了 于是他让韩信将钟离末捉拿归案 韩信颇为欣赏钟离末的军事才华 抗命不从 私下把他藏了起来 很快 一封举报信交到刘邦手上 说韩信密谋造反 这是刘邦最为担心的一件事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谋示陈平给刘邦献上一计 让刘邦假借巡游之名 去往楚境 到时候韩信前来 就能轻松的收拾他 刘邦采纳了陈平的计策 率大军兵临楚境 韩信得知此事后 心中大为恐慌 一名亲信建议他将钟离末的人头献给刘邦 以此保全自己 韩信一听觉得有道理 事到如今只能弃居保帅了 在这里开了上帝视角的我 不由的想吐槽一番 大哥你在干啥呢 既然最后还是要杀钟离末 你一开始就杀了算了呀 得 现在刘邦也得罪了 钟离末你也没保住 韩信拎着钟离末的人头 前往觐见汉高地刘邦 不料刘邦见韩信刺头罗网 赶忙命士兵将他捆绑起来 装上囚车 韩信这时肠子都毁清了 果然如快通所言啊 狡兔死 凉狗烹 不过刘邦还是不敢贸然杀死韩信 毕竟韩信带兵打仗这么多年 又当过齐王和楚王 势力盘根错节 如果这么贸然的杀了 说不定会引发大规模兵变 经过反复权衡 刘邦决定赦免韩信 但是耻夺他的封国与王号 降为怀英侯 从王到侯 韩信被剥夺了实权 郁郁不得志 陷入了一种无言的悲愤之中 他不仅没有吸取教训 低调做人等待时机 反而处处表现其内心的愤怒不满 有一次他去拜会凡快 凡快对他一直都颇为尊重 依然还称他为大王 结果韩信出门后 反而感慨道 没想到我如今居然与土狗的繁快为伍 韩信有一个挚友陈希 两人来往密切 陈希被任命为巨鹿太守 临行前来向韩信辞行 结果就是这一次的会面 给韩信埋下了危机 韩信将当年宽通给他说的话 跟陈希说了一遍 穿夺着陈希谋反 公元前197年 陈希果然被逼叛变 刘邦率军队清真 并且召韩信随军出征 韩信推脱身体有病 不肯前往 其实是韩信在陈希起兵时 就与他商量好了 准备里应外合 撬了刘邦的江山 韩信不愧是个厉害角色 他与家臣伪造了一份圣旨 打算释放囚徒与奴隶 以此组建一支军队 进攻皇宫 发生政变 铲除吕后和太子 本来是个完美的计划 结果因为一个意外 彻底改写了故事的结局 韩信有个门客 得罪了韩信被关进了牢里 准备处决 这个门客的弟弟 情急之下写了一封信给吕后 告密韩信要造反 并且将其阴谋供出 吕后大惊失色 急照萧和入宫商量 萧和临机一动 想出一个办法 假称陈希已经战败身亡 要求各级官员前往宫中祝贺 韩信听到这个消息 心中狐疑 决定静观其变 声称卧病在床不能前往 这个时候 萧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萧和派人带话给韩信 让韩信出席工业 萧和当年月下追韩信 是韩信的伯乐 可以说没有萧和 也没有韩信的飞黄腾达 韩信又犯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错 之前是刘邦 现在是萧和 他觉得萧和对自己有知欲之恩 不会害他 于是便卖了萧和的人情 去赴了这场黄泉宴 当他一脚踏入常乐宫时 就意识到了今天是他的末日 埋伏在一旁的假兵一拥而上 把他绑得结结实实 他没有见到萧和 只看到吕后冰冷的目光 吕后比刘邦更加雷厉风行 也更加冷酷无情 无需审判 也不要证据 直接下达处决令 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韩信 被处死在常乐宫的中市 韩信之死 让汉高帝刘邦如释重负 他清除了最大的威胁 在对付韩信的同时 其他的异姓诸侯也不能幸免 公元前201年 韩王信受到朝廷的怀疑 叛降匈奴 公元前198年 赵王张敖被控谋反 废王为侯 七个异姓诸侯王 只剩下梁王彭月 九江王英部 长沙王吴臣 和燕王卢婉 原先的燕王赃图败王后 任卢婉为燕王 这其中 刘邦最忌惮的就是彭月与英部 还是在晨曦造反那年 韩信拒绝随行出征 刘邦又喊上了彭月 反正这两个必须搞死一个呗 结果彭月也称并不去 最侮辱人的是 他自己不去就算了 还派了一名手下去敷衍刘邦 刘邦大发雷霆 派特使前往梁国 斥责彭月的傲慢无礼 彭月诚惶惶惶 准备前去见刘邦 亲自谢罪 他的心腹护折劝他 说大王你这一去 估计是有去无回 不如我们反了吧 结果一向雷厉风行的彭月 与韩信犯了一样的毛病 自认为功劳大 又没犯什么严重的过错 拒绝起病造反 索性又称病 躲在家里 一模一样的剧情上演了 也不知道这个剧情是不是刘邦导演的 又有一个人告密 说彭月要造反 这个人是彭月手下的小弟 他向刘邦举报 说彭月要造反 刘邦一听 这还得了 马上派人把他捉拿 押往洛阳囚禁起来 刘邦对彭月比韩信要宽容许多 并没有想要他性命 于是将他贬为庶人 流放到属地 本来彭月比韩信的下场要好 起码命是保住了 结果在流放途中 彭月遇上了英雄的克星 吕后 彭月见到吕后 不禁向他伸冤 表明了自己的委屈 吕后假装很同情他的遭遇 说要带他去见刘邦 彭月还以为自己遇到了救星 事情要有转机了 感激涕零 殊不知此时吕后 连他买哪儿都想好了 吕后 吕后见了刘邦后 不但没帮彭月求情 反而暗示刘邦不要放虎归山 刘邦听了如梦初醒 下定决心要杀了彭月 可是皇帝的设令以下 不好更改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吕后收买了彭月的一名随宠 让他告彭月再次想要谋反 司法官员们假模假样的调查一番后 又一次确认彭月谋反的罪名 继含信之后 彭月也遭到了图三族的悲惨下场 他的尸体被剁成肉将 分发到各诸侯国 刘邦以此残忍手段 警示各诸侯王 这就是谋反的下场 看到了彭月的肉将 淮南王鹰部再也掩饰不了内心的恐惧 现在异姓诸侯王只剩他 长沙王和燕王 长沙国小 长沙王吴臣又是个乖巧听话的 而燕王卢婉和刘邦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发小 算来算去 刘邦下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自己了呀 韩信和彭月造美造反 别人不知道 鹰部还能不知道吗 管你是不是真的要造反 只要有人咬定你要造反 那就白口莫辩了 果然又一个告密者出现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 鹰部的爱妾生病了 去大夫家看病 这个大夫住的地方和华南国钟大夫奔赫是对门 三个人正好碰到一块了 于是便一起喝酒聊天 结果这件事传到鹰部的耳中就变了味 鹰部怀疑奔赫与自己的爱妾私通 要捉拿奔赫 奔赫得知消息后赶紧开流 一路小跑去了刘邦那 状告鹰部准备谋反 刘邦派人前往调查 鹰部大为恐慌 彭月的下场历历在目 自己难道坐以待毙等着刘邦把自己剁成肉酱吗 鹰部也曾经是其末汉初的风云人物 在沙场上也是叱咤风云的将领 怎么能死得那么窝呢 于是鹰部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宁愿像英雄一样死在战场上 也不能像韩信彭月一样被人那样侮辱 鹰部起兵叛乱 可以说鹰部的叛乱完全是出于恐惧的自保 出乎鹰部预料的是 年过六十的刘邦还宝刀未老 又一次御驾清真 本来鹰部一路收割 屡战屡胜 兵威极胜 如果他一路向北发展 是可以与朝廷分庭抗礼的 可惜的是鹰部他没有席卷天下的雄心壮志 他只想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就在鹰部裹足不前的时候 给了刘邦反击的机会 两军在齐线相遇 汉军兵多将广 鹰部的军队抵挡不住 伤亡惨重 鹰部没办法 只能逃 那逃去哪呢 鹰部和长沙王有点阴心关系 于是决定前往投靠长沙王 长沙王不好拒绝 又不敢背叛刘邦 只能假意安排鹰部逃到南越避难 陆金翻阳时 缩使翻阳人将其杀死 鹰部不想像韩信彭越那样束手就擒 结果还是被信任之人陷害杀死 和鹰部差不多想法的 还有燕王卢婉 彭越死后 鲁婉见刘邦将异性诸侯一个个铲除 感觉自己也免不了被刘邦怀疑 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 鲁婉反叛后 兵败逃亡匈奴 在七个异性诸侯中 只有长沙王由于地处偏僻 得以保全下来 刘邦用了七年时间 铲除了异性诸侯的势力 这些大汉的开国功臣 多数以悲剧收场 这也是汉高祖刘邦最为后人诟病的事 从深层分析 刘邦杀戮诸侯王的背后 实际上反映了帝王专制和分封诸侯制 两种新旧制度的斗争 自春秋战国以来 诸侯并起群雄争霸 战火持续了数百年 可以说诸侯制的弊端是非常明显的 是国内战争的一大货源 在长达2000年的专制时代 各个王朝都有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一旦地方势力示威 皇帝权力无限放大时 权力的腐败便由上而下滋身 最终导致官兵民反的起义运动 或者被外族势力趁虚而入 而一旦地方势力过于强大 中央权力被架空 又容易陷入内乱的混乱中 这个死结就是专制政治的宿命 对于是